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珍珠港战争的突袭与震撼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严肃又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珍珠港事件 这个事件不仅改变了二战的进程 还深刻影响了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场战争的突袭与震撼 首先 背景知识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帝国海军对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发动了一次突袭 这次袭击是为了削弱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力量 从而确保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不受干扰 日本人显然是想打一场闪电战 结果却引发了美国的全面参战 真是偷击不成十八米尔 说到这次突袭 大家可能会想到电影《珍珠港》里的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 虽然电影有些夸张 但实际情况也不遑多让 日本的攻击机队在清晨悄然逼近 像是早起的鸟儿在寻找虫子 美国士兵们还在睡梦中 或者在享受周末的悠闲时光 完全没有料到灾难即将降临 有趣的是 日本的攻击计划代号为《Z作战》 听起来像是某种神秘的间谍任务 其实 这次行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报工作和精密的计划 日本甚至在袭击前几个月就派遣间谍到珍珠港进行侦查 收集了大量的情报 可以说 这次行动是公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的典范 然而 尽管日本的计划如此周密 还是有一些乌龙事件发生 比如说 日本的潜艇在袭击前一天晚上就被美国驱逐舰发现并击沉 但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个更搞笑的故事 在袭击当天早上 美国雷达操作员发现了一大群飞机接近 但他们以为那是自己国家的B-17轰炸机编队 结果就这么错过了预警的机会 珍珠港事件的后果是深远的 美国在袭击后迅速宣战 正式加入了二战 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了那段著名的演讲 称12月7日为一个将永远蒙休的日子 美国的参战不仅改变了战争的走向 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最后让我们用一句话总结 珍珠港事件是一次精心策划 但却充满意外的突袭 它不仅震撼了美国 也震撼了整个世界 希望大家在了解这段历史时 既能感受到其中的严肃性 也能发现一些有趣的小插曲 毕竟历史不仅是教科书上的枯燥文字 它还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荒诞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柏林战役 第三帝国的终结 柏林战役 堪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战场的最后一幕 也是第三帝国的终结篇章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1945年的春天 看看这场战役是如何展开的 首先 柏林战役的背景是 苏联红军和西方盟军 在欧洲战场上节节胜利 纳粹德国已经是强弩之末 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里 依然幻想着奇迹的发生 甚至还在策划着如何反攻 可以说 他的乐观精神 真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1945年4月16日 苏联红军在朱可夫元帅 和柯涅夫元帅的指挥下 发动了对柏林的总攻 朱可夫的部队 从东面和北面进攻 而柯涅夫的部队 则从南面包抄 红军的火力之猛烈 简直可以用地洞山摇来形容 柏林的防御者们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炮火 恐怕连天灵灵地灵灵的咒语 都来不及念完 在战斗的过程中 柏林的市民们 也经历了极大的苦难 许多人被迫 躲在地下室和防空洞里 食物和水源极度匮乏 更有甚者 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们 也被拉上了战场 拿着几乎比他们还高的步枪 试图抵挡红军的进攻 可以说 纳粹的全民戒兵政策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4月30日 希特勒终于意识到 大势已去 在地堡里自杀身亡 这个消息传出后 柏林的防御力量迅速瓦解 5月2日 柏林守军正式向苏联红军投降 至此 柏林战役宣告结束 第三帝国也随之覆灭 有趣的是 柏林战役中 还发生了一些 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比如 苏联红军在攻占柏林动物园时 发现了一只幸存的鳄鱼 这只鳄鱼 后来被送到莫斯科动物园 成为了战后苏联的一大战利品 还有 红军士兵在柏林的废墟中 找到了一些 纳粹高官的私人物品 其中包括 戈林的丝绸睡衣和香水 看来 即便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 这些纳粹高官们 依然不忘享受生活 柏林战役 不仅是军事史上的 一大经典战役 也是人类历史上的 一大转折点 它标志着 纳粹德国的彻底覆灭 也为欧洲的重建和冷战的开始 奠定了基础 通过这场战役 我们不仅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也看到了人类 在绝境中的坚韧与希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冲绳战役 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战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945年 探讨一场被称为 太平洋战争的 最后一战的冲绳战役 请系好安全带 因为这段历史 既充满了悲壮的英雄主义 也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 冲绳战役 发生在1945年4月1日 至6月22日 是二战中规模最大 最血腥的两栖登陆战之一 美军和日军 在冲绳岛上 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 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美军希望通过占领冲绳 为最终进攻日本本土铺平道路 而日军则誓死抵抗 试图拖延时间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军的准备工作 美军的代号是冰山行动 Operation Iceberg 听起来很酷吧 但实际上 这场战役一点也不冰山 而是热火朝天 美军动用了超过18万名士兵 和1300艘舰艇 简直是海陆空三军旗上阵 登陆那天正好是愚人节 4月1日 所以有些士兵开玩笑说 这场战役是不是个愚人节玩笑 可惜 战场上的炮火和硝烟 很快让他们明白 这绝对不是玩笑 再来看看日军的防御策略 日军在冲绳岛上 构筑了复杂的防御攻势 包括地下隧道和碉堡 简直像个巨大的地下迷宫 日军指挥官牛刀满将军 Mitsuru Ushijima 和他的参谋长长勇 Isamucho 决定采取持久战的策略 利用地形和攻势 拖延美军的进攻 日军士兵 甚至在战斗中 使用了神风特攻队 Kamikaze 驾驶飞机 自杀时攻击美军舰艇 虽然这种战术 对美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但也让人不禁感叹 这真是拼了命的战斗啊 冲绳战役中 还有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 例如 美军士兵在岛上 发现了一种叫冲绳猪 OKNo One Pig 的本地猪 这些猪体型小巧 但肉质鲜美 于是 士兵们在战斗间隙 竟然开始抓猪烤肉 简直成了战地烧烤大会 当然 这种行为在战场上 是非常危险的 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士兵们 在极端环境下的 生存智慧和幽默感 冲绳战役 最终以美军的胜利告终 但代价是巨大的 美军伤亡超过49000人 日军则几乎全军覆没 约有10万名士兵阵亡 此外 还有数万名冲绳平民 在战斗中丧生 整个岛屿 几乎被移为平地 这场战役 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 也是人类历史上 一次惨痛的教训 总的来说 冲绳战役是二战中 一场极其重要 且复杂的战役 它不仅展示了 战争的残酷和无情 也让我们看到了 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 勇气和智慧 希望大家通过这段历史 能够更加珍惜和平 理解战争的代价 好了 今天的历史课就到这里 下课后 记得不要去抓猪烤肉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历史之旅就到这里了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 我们一起探讨了珍珠港事件 柏林战役和冲绳战役 回顾了这些重要的历史时刻 通过这些故事 你们不仅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和严肃 还发现了其中不少幽默和荒诞的小插曲 珍珠港事件让我们看到了一次精心策划 却充满意外的突袭 它不仅震撼了美国 也震撼了整个世界 而柏林战役则标志着第三帝国的终结 我们见证了最后的一幕 以及纳粹高官们荒唐的享乐 至于冲绳战役 这场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战 不仅展示了双方的英勇斗争 还让我们看到了战场上的幽默和智慧 历史不仅是教科书里的枯燥文字 它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荒诞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 也能从中汲取教训 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 那么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观点和疑问 与我一起深入探讨这些历史事件 期待下次的历史之旅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